我們的這個執政黨 為什麼到處 每一次都在騙我們 每一次都在糊弄我們 剛剛我們的這個龍介兄 講到很多很精準的 農業的問題 我相信我們的農委會主委 他是農業博士 他是主管農業的人 他難道不知道嗎 他是在騙我們嗎 還是在誤導行事 包括問新南向 你答非所問 你跟我講說 美日韓我們賣很多 你跟我們講說 我們新南向有成功 我們又開拓新興市場 都用數據來糊弄我們 我跟你講 他們每一次都用這一招 這一次遇到鳳梨這個事件 你看他剛剛 你們前面那張圖 他湊了一堆數字說 現在已經賣了四萬多噸 問題我看到裡頭就不太對 有飲料業者 然後有超商業者 大賣場業者 我想請問他們現在採購了 不是他們平常每年 都要採購了嗎 所以那個量哪有什麼差 你就本來要採購量 直接把它加進去而已 那個真的有幫助到農民嗎 所以他每次都用這種數據來騙 至於說新南向更好笑 他說日韓 美國這些東西 他們的業績成長 我幫他們解釋一下好了 其實大家不要忘記地球是圓的 所以你只要往南方走 總有一天你會走到日本 韓國 所以民進黨的世界地圖 是長這樣 是 台灣在上面 往下的全部世界都在腳下 所以新南向 日本 其實他講的沒有錯 韓國都在下面 你往南一直走 走到南半球 繞過南極 從上面繞過北極 再回來就到了日本 韓國 不就這樣嗎 繞一圈也是 所以他就在跟你呼嚨 實際上你說什麼 日本 韓國 美國在成長 抱歉 那個成長是怎麼成長的 第一個 本來的量非常低 就成長一點點 你就說要成長 林哥 我們來看一下 諾惠會給我們的資料 他是說 他們已經開拓新興市場了 我們好棒棒 109年 比108年 水果外銷成長率 美國成長了210% 韓國75% 香港68% 日本37% 然後他還跟你講說 這個受益圖有沒有 這樣上來 我們都有成長 那略略往下降 是2019年 有 因為疫情的影響 可是疫情是2020年 他到現在都還沒改 寫錯都還沒有改 所以他們就是這樣 然後做圖還會做錯 我真的覺得 你搞這些幹嘛 我舉一個基本的例子 他們每一次 你知道新南向 有人還統計出來 我們新南向鳳梨最近成長了35倍 你知道 真的成長35倍 因為本來只有13噸 後來變400多噸 這也是成長 我就舉一個很基本的例子 有一個人開家店 他今天 他一開始的第一天 一夜額50塊錢一天 然後結果到了三個月之後 他成長了 成長了30倍 一天賣1500 然後結果發生什麼事 這家店就倒了 就是這樣 因為1500他還是不夠火 所以你增加的量 根本遠遠不足 你要不要去看同時期 你在你賣去中國大陸 增加的量是多少 是 一個中國大陸 掌握他全部 而且剛剛榮健先生也講了 我們賣去很多國家 包括賣去加拿大 賣去美國 賣去這些特定的地方 其實基本上是虧錢在賣 貼補運費 對 政府一大堆的補助 像上次不是來宣稱 我們把那窩具賣到 沙烏地阿婆去了 對 你中間運費貼了多少 然後WINNING這個神經病 不是還到帛琉 對 搭飛機送水果去帛琉賣 你飛機票錢都不夠 所以他們就是故意搞這種東西 我稍微做一點點小事情 然後告訴你說 我大賣了 我大賣 今天我聽到一個最好笑 他說沒關係 中國大陸不滿沒關係 我們已經拓展16國 我們會把鳳梨銷出去 可是你知道嗎 我們之前還沒有發生鳳梨 暫停出口到大陸去這件事情 我們鳳梨外銷17國 所以意思是什麼 現在中國大陸不要 所以就原來那16國繼續 根本就沒有拓展 那他就用這種話術 用這種語言不斷的在欺騙你而已 我覺得政府官員 你們真的不要把我們當白癡 所以會唬爛 會說謊 會亂扯 這樣就贏了 不會 人民的心是很清楚 他這一把尺 其實他在看你說什麼話 所以為什麼我今天要把這些數據 告訴大家 你說這個不要政治 大陸用政治打壓 當時我們去賣那麼多 他買那麼多 你說這個是統戰 我要小心 他現在不買 你說這個政治霸凌 政治本來就有政治 他說不行 要WTO 我們應該用市場機制來決定 那OK 市場機制決定我們不吃萊豬 你為什麼要進萊豬 你不是政治嗎 好 川普為什麼要逼習近平買大豆 買玉米 買牛肉豬肉 買他滷製品 買他的水果 就是政治在為他的農民服務 可是我們的國家 政治不為農民服務 政治為你的政治服務 拿農民來當工具 最後犧牲是我們的農民 你記得前兩天 我們講說台糖 林嘉欣說你台糖你採用的罐頭 你為什麼要用進口的 對不對 那這個另外一家 是到泰國去設廠 那為什麼 他們怎麼講 他說沒有啦 因為我們的台灣鳳梨 確實台灣鳳梨金狀比較甜 16.5度以上 那鳳梨頭 西瓜賣 所以頭比較甜 賣比較痠 所以這差不多15度 這16度 這17度 甜度 這一支鳳梨是不一樣 所以你來吃鳳梨 你要吃這隻 下面這隻 要比較甜 要吃比較甜 因為這個是大概地心引力的關係 所以起來 這裡比較甜 如果西瓜 西瓜你就要賣那邊 放在土甲那邊 那比較甜 你才好 那你他說 沒有啦 我們台灣的鳳梨甜度高 不適合加工 對不對 對 他是這樣講 好 那他現在說 大陸5噸 5萬公噸 不買沒有關係 我們3萬公噸找通路 2萬公噸找通路 3萬公噸 我們要做多元加工 你不是說我們的鳳梨比較甜 不能加工 能加工你為什麼去進口 東南亞的水口進來加工 他就今天跟你騙 說的過 騙的過 他會騙不過 我們不要這樣子 農民很辛苦 農民就看到說 他養出來的孩子 不要到最後被丟棄 所以不要忘了 12天以後 真正在大出 你們這裡要買幾檔 你不要排擠 各位你看到的都是這個門面 通路商 什麼大賣場 我想我們的生活經驗 大家就很知道 很多人會用這個鳳梨 在養家活口 你在那個路邊 看到那個三輪車在那裡 再滿車鳳梨 再銷鳳梨 他就只靠賣鳳梨養家活口 你們這些每個人 拿一箱補助100塊 你家有一箱鳳梨 他家有一箱鳳梨 大賣場在賣鳳梨 你們都在賣鳳梨 那這些辛苦的 靠鳳梨吃飯的人怎麼辦 你不是排擠到 這一群人的生機了嗎 這就是排擠效應 想一個沒吃到 要吃醋吃一口 吃不到要你零三吃一口就不好了 是 我想這個蔡總統 他也想了很多辦法 只是都不奏效 包括要往南 要新南向 可是看起來不奏效 在2016年的時候 蔡總統第一任總統 他剛剛上任的時候 他就說我們所有雞蛋 不要放在一個籃子裡面 所以我們成立什麼 成立台灣的國家隊 我們來成立台灣國際農業開發 股份有限公司 簡稱台農發 當時的現在的農委會主委 當時他是副主委 陳其中站在這裡 手上還拿到一個發 愛心 發發發 會更換 可是這個台農發 成立到現在 每一年都在虧 成立三年多 已經虧損了 快要一億了 他的資本額是10億 那他本來是說 我要協助這些農民 協助農產品出口 技術輸出 海外投資等等 點點 可是現在這些目標 達成率是零 那還不打緊 他還跟台交合作 台交所合作 在芳僚種12多公頃的香蕉 這個東西農民就不開心 農民說你成立這個是要 扶刀我們去外銷 結果你來圈地 來跟我們爭地 而且來跟我們競爭 到底有沒有搞錯 你這些香蕉又賣不出去 你圈地產出來的香蕉賣不出去 結果轉內銷 這是在搞什麼鬼 所以你疊床嫁物 現在又喊出說 我要再來做一個國家隊 大家已經覺得夠了 可以了 不用了 這個什麼叫國家隊 就是共產制度 所有東西都是國家的 所有的東西都是我國家來分配 所有的好處都是我國家來分配 老百姓吃得飽就好 這叫做共產制度 為什麼到了蔡英文執政之後 什麼都叫國家隊 好像國家隊變成一個口號 蘇貞昌除了說國家隊之外 好像不會說第二件事了 口罩國家隊 明天開始針頭卻會變針頭國家隊 都是國家隊 國家隊就表示說 老百姓都是笨蛋 老百姓都沒有能力發展自主經濟 老百姓都沒有能力跟國際競爭 所以我要成立國家隊 我們台灣的是笨蛋嗎 我們台灣老百姓都是不會做生意的傻瓜嗎 都要讓你這個國家隊全過來吃嗎 今天這個台農發成立的目的應該在什麼 剛才龍介兄講得很清楚 因為要把水果推到國際上 有太多太多繁文入節的程序 包含了手續 包含了包裝的方式 包含了檢疫廚藝的方式 還有運輸的一些所謂器材 這是農民他負擔不起的 我只會種鳳梨而已 我只會種蓮污而已 可是你叫我賣到美國去 你叫我賣到歐洲去 我不會 那個貨櫃封存的方式 簡易的方式填那麼多錶 我不會 台農發你的目的在這裡 我要去協助農民想做而不會做的事 而這些所謂的額外的支出 誰來付買單 國家買單 我這個台農發 就是要協助農民發展經濟 而不是跟農民搶經濟 跟農民搶利益 我台農發跑去買地 跑去租地 你種香蕉 我也種香蕉 你種芭蕾 我也種芭蕾 國家出來種的芭蕾 怎麼可以去打老百姓的芭蕾 這不是共產 怎麼是共產 還說你反共 所以我就說很多事情 真的我們不要只表面上看 你看 蔡英文很棒 蘇文昌很棒 陳一仲成立了一個台農發 來跟我們發展經濟 然後你看我們現在 我問你 你得到什麼 你得到什麼 你的香蕉被人家搶去種了 種完之後官股是他 他會分給你嗎 還虧錢 國家出手來搞還要虧錢 這個董事長你根本就應該下台 然後要去跟行政院寫檢討報告 你寫了沒有 還在那邊開心的拍照 然後還說我這個台農發 有多厲害 多厲害的是 你協助了多少農民 厲害要農民來講 而不是你自己在講 農民說好棒 我的水果 經過台農發這個公司 幫我賣到好遠的地方去了 我好開心 你有幫他賣嗎 是 有嗎 有 這麼厲害 這個有 我跟你講 你還記得嗎 我們那一年不是把香蕉賣到 杜拜 杜拜 那運了 他一公斤跟農民買是 去化是五塊錢 跟農民買大概不到八塊錢 一公斤的香蕉 結果他補助運費七十塊 最後到那邊為什麼爛掉 因為我們必須用乙米去收成 所以沒辦法 爛掉做不行了 回來 共沽回來 然後再補助好像幾百萬 又去到杜拜那邊 蓋了一個熟成室 全部都公司 這都是花我們的錢 都是我們的納稅錢 如果說你這個你不行 如果你能力不好 我就把你換掉 董事長如果不行 真的就把他換掉 就像我們剛剛將軍講的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陳吉仲怎麼搞 他把董作換掉 對 董作不OK 原來董作他是學行銷的 他叫陳育然 他說你不OK 我改任我自己的學生 叫洪中修 他內局不必輕 你知道董作的月薪是多少 一個月15到16萬 年薪大概是216萬 其實本來 以一個台農發董事長 月薪15 6萬我覺得還好 我真的覺得還好 可是問題是你要會做事 這個錢就花了值得 一個月給你26萬也沒關係 他問題你不會做事 你上來之後公司一直在虧損 然後就算公司虧損 我覺得也沒關係 你只要能夠輔導農民 你能夠讓他慢慢外銷出去 在國外設立據點 這都是好事 可是你做不到 那你既然做不到的話 還要跟我們講什麼呢 那你成立了三四年的 台農發你都做不到 那為什麼突然之間 因為鳳梨被中國大陸進口了 你突然之間就可以做到 你新成立一個國家 就可以做到 你是中邪了嗎 還是被誰附身了 不然的話為什麼會做到 那你過去三四年做不到 就表示你現在還是一樣做不到 我一直在不斷的講的就是 台灣的農產品要外銷 其實有它先天的困難 保鮮的問題 距離的問題 運費的問題 人家相關檢疫 還有關稅的問題 這些都是障礙在那邊 農民不是傻瓜 我跟你講如果能夠做 不需要你政府講 農民早就去做了 有錢就會去賺 當然會去做 台灣人是最聰明 最會賺錢的 那為什麼人家不去 就是因為有困難做不到 所以你政府有沒有辦法 去解決這個困難 完全沒有 你只會在那邊鬼喊什麼 新南向去拓展外銷 喊了個半天拓展什麼外銷 你知道我們對新南向 自從開放新南向之後 我們每年對這些東南亞18國的 貿易順差是逐年下降 我們反而賺他們錢越來越少 人家賺我們錢越來越多 上一張圖 對 這就是我們政府在幹的事情 那這些數字他都不會告訴你 他只會講這些好棒棒 所以我真的拜託 不要再搞什麼國家隊 蔡英文你是忘記了嗎 你們那個口罩國家隊 出了多少包 多少廠商被抓包 在那邊賣中國大陸 或賣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你還好一直講國家隊 不要再找這種宣傳名詞了 要就任天去做 如果不行 我是一直真的建議 直接告訴農民說 我們現在跟中國大陸之間有問題 我們可能會被人家 把這些水果一個一個都斷掉 那這個時候我們是不是要剪採 是不是要相對的政府來補助你 那你去轉座 讓你去轉業 而不要去寄望的 你根本虛無飄渺的外銷 因為那短期內 是根本辦不到的事情 我們從2017年到2020年 總共花了 我們自己花了252億 去宣傳新南向 可是新南向 我們的成績是 一年比一年差 好 好